据环球网4月19日报道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关系升级之际 英国计划在下个月向黑海派遣军舰 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45型驱逐舰和一艘23型护理舰 将脱离目前部署在地中海的英国皇家海军航母编队 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 部署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F35B战斗机 和梅林反潜直升机将随时待命 以支持英国军舰前往黑海的行动 一名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英美透露 英国政府正与乌克兰密切合作 关注俄乌局势 并继续呼吁俄罗斯换核当前局面 英国和其国际盟友坚定不移地支持 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及其成员国意图恢复在乌克兰及利林地区的军事活动 因此对俄发动宣传攻击 扎哈罗瓦认为正是北约国家的挑衅行为 造成乌克兰周边紧张局势升级 而乌克兰并不属于北约的责任区 北约正在助长某种军事复仇情绪 此前英国计划让航母进入南海 英国保守党领袖史密斯则警告称 英国航母没必要通过台湾海峡惹路中国